Hello大家好我是褚儿 怎样通过聊天让女生喜欢上你 不会和女生聊天的大兄弟们 这一期视频一定要看完 这些内容都是干货中的干货 点个赞支持一下再看 其实追求女生的思路很简单 就是印象好加感觉好加相处好 有很多男生都只能够给女生一个好的印象 但感觉总是好不起来 因为感觉的产生是需要聊天互动的 而互动的过程中 你给对方什么样的情绪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就是一个女生她主动给你发消息 内容是明天要考试了 要烦死了还得复习 那你的本能反应会怎么样去回复她呢 认真的思考一下 有很多的男生本能反应就会去回了 明天考什么呀 几点钟考试之类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 女生很愿意和你聊下去 但就是不会喜欢上你 因为你聊天给她的感觉 就是好朋友给她的感觉 所以她就会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 愿意和你聊天 但就是不会喜欢你 如果你想要通过聊天 让对方喜欢上你 那这个思维很简单 就是把自己往里面带入 和女生产生一种情绪互动 男生是这么回答的 加油 你要是考到90分 我就请你看电影 女生又问了 那要是考不到怎么办呀 考不到就只能请你吃6块钱的麻辣烫了 看到没这个就是互动式的聊天 女生考试的分数直接影响到了 你是请她看电影 还是请她吃麻辣烫 所以她考试的分数就和你联系起来了 而这种情绪的产生 就会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接近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 我再举个例子 女生主动给你发消息 说好无聊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回应她呢 有很多男生的本能反应就会去问 你在做什么呀 我也好无聊呀 然后开始了一段很无聊的对话 本来是你一个人很无聊 结果呢 跟你聊天更无聊 你好骚啊 所以有很多男生都问我 女生之前都经常主动找我聊天 为什么现在就不理我了 为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 因为跟你聊天很枯燥 很无聊 没有情绪 那怎么样让你产生情绪呢 太简单了呀 把自己往里面带入 将自己和他无聊这件事情联系起来 男生回答 哼 无聊的时候才想我 女生回了 鬼才想你呢 好 锻炼一下大兄弟们的思维 那如果是你的话 此刻你会怎么样去回应她呢 怎么样能够聊天呢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学习如何新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我会方便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 我来帮助你